今年父親節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在臉書PO出回新竹探視父親照片 特別寫下 希望他聽孩子的話 別亂跑 如今醫院針對柯爸爸 科成發病情 發出病危通知 柯文哲時報後 當天緊急探視 傳出柯家 已經簽下放棄急救 同意書 我們可以透露的部分是 柯爸之前是因為癌症住院的 但是癌症之後 現在有一些其他的併發症 所以確實在上個星期 有狀況比較危急的情形 吸壓期間 能不能夠來進行探視 絕對會按照中華民國的法令 來依法申請 民眾表示 放棄急救問題 涉及隱私 不便透露 但證實柯文哲在介護下探視父親 十月十八號傍晚 柯文哲被安排在非探病時間 前往臺大醫院探望父親 傳出當下脫口而出 跟民進黨有不共戴天之仇 如果說有家人有這個 重大疾病的時候 是可以向地檢署來申請說 要介護到外面去探望家人的 但是這個情形不能說每一次都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他的父親是 目前是這樣的一個情況的話 原則上就只能使用一次而已 柯爸爸病重身為人子 柯文哲心急可以想見 而這次的探視相當低調 並未與其他家人一同進行 柯文哲現在是積壓境界的狀態 原則上只有他的律師可以去看他 那麼勢必也會有很多罰警 在旁邊監視 那這個被告他跟外面的人 有勾串這個串針的可能性 高齡父親病重 柯文哲卻又因涉入金華城弊案 被羈押 得上口探病 處境令人不神唏噓 三雄國字幕侯採用台北 這麼多